熊武林 赵老杜 好 同学们 上课了 我们这一讲安排复习什么呢 复习质量与密度的单元复习最基本的提醒 那这一讲主要是集中在质量的复习上面 那质量的复习主要是集中在天平的使用上面 密度的复习呢 我们会实际到密度的这些基本概念 还有密度的一些定性呢 去分析理解这个密度概念的这些提醒 关于密度的计算 我们会放到下一讲去 下一讲会专门讲密度计算 再下一讲专门是密度实验 我们这个质量与密度单元板块是这么设计的 来 杜老师呢 按照习惯给大家把提杠给列了一下 提杠里面是要的知识点 下面都会配有跟它相对应的题目 质量 质量呢 第一是质量的基本概念 第二是质量的测量 质量的测量肯定要用什么呀 天平 天平是不是啊 那就考察天平的使用 来 咱们大脑跟杜老师一起捋一遍 质量就是定义一个物体所含什么 物质 物质的多少 物体跟物质杜老师在新手办一讲了 是不是啊 与习的时候一讲了 物质是一个东西 物质是组成这个东西的东西 是不是啊 比如说 当时举什么例子来着 对 炒菜的锅是不是啊 炒菜的锅跟这铲子 跟炒菜的铲子 它们俩都是物体 是不是啊 但它们俩可能都是由铁这种物质组成的 是不是啊 这样一个区别啊 特性啊 这应该叫 不叫特性 这个应该叫性质 是不是啊 或者属性啊 所以这个东西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啊 可以理解成这个 不要不要不要说跟密度那个特性相混淆啊 它是一个物质的形状 位置状态和温度 所出空间都无关 是不是啊 嗯 它只跟什么有关系 包含 物质的多少有关系 是不是啊 物质多少有关系啊 但像摩菜刀铁生锈的质量会改变 那是因为你改变了这里面物质的多少 是不是啊 改变了物质的多少 单位啊 天克克豪克 那这个这个错了啊 这这这 这怎么微米了是不是啊 对吧 哎 这笔又怎么了今天啊 嘿 今天出师不利 我们这个笔啊 同志们 它这个老饭了 你知道吗 你看 还这黑马 高科技的东西 就说它就会发发发出点小意外 虽然给大家 咱们带来了这个鹿博士 带来了很清晰的这样一个版面 但老会给杜老师带来好多麻烦啊 好 这个肯定不对的 是不是啊 这个不对啊 就豪克是不是啊 这个应该是什么课呀 微课是不是啊 对 微课啊 前面这个 我让你猜的这是什么 蹲 哎 天克前面还有个谁 蹲是不是啊 还有个蹲啊 质量的骨侧呢 哎 这个中考还真喜欢考 啊 中考喜欢考一个下列什么长服 生活长时的事 有质量呢 有长度 有时间呢 是不是啊 也知道 人大约是50千克左右 不是 50到 七八十千克 是不是啊 反正它的单位应该是千克就没错 对吧 嗯 苹果呢 一个苹果应该是 几百克 是不是啊 对 这样的一个范围 大小问题啊 一个鸡蛋应该是几十克左右 是不是啊 嗯 一个鸡 十个鸡蛋才一 十个小鸡蛋一斤嘛 是不是啊 所以一个鸡蛋五十克左右 大象呢 应该用吨来 清容了 是不是啊 是 大头顶应该就用什么了 几克了 是不是啊 嗯 有这样的一个数量级 啊 大概啊 有这个概念 嗯 嗯 你别到时候把大象猜成两克 这个家伙什么大象呀 画的照片吗 是不是 好了 质量的测量 那种天平是不是 来 质量虽然跟这些东西都没关系 你看着啊 跟你位置啊 所处空间都无关 是不是 嗯 但不代表质量在哪都可以测出来的 啊 你看 我举了一个例子 天平是测量物体质量的 是不是 嗯 可能有同学认为说 老师那既然质量是时时刻刻的存在的 那只要有天平 我就一定能测出物体质量 不对 我跟周门给你取出来的 在地球跟月球上面 是可以的 哦 是可以的 但是你在太空中就不行了 嗯 太空就不行了 因为太空中呢 你想啊 天平要它能用的话 你是不是靠这边的砝码现在压这个托盘呢 嗯 在太空里面的时候 你看呢 我雅萍老师在太空里面是不是就出于完全是什么状态 去中 适中状态是不是啊 嗯 那那个砝码放到托盘上就对托盘不会向下有压力了 嗯 所以那时候再放物体也有意义吗 没有 就没有意义了啊 所以太空里面是不能使得天平啊 好 呃 它原理呢 哎 就是原理其实到我们历史学代以后它是一种杠杆原理啊 天平是一种杠杆原理啊 但现在没学杠杆原理就知道啊 左边啊 左边重等于右边加有码重是不是啊 嗯 这是我们的原理啊 它的使用方法啊 使用方法题目里面有具体的 咱们知道 首先第一水平放置 第二通过平衡龙母调节平衡是不是啊 嗯 第三称量是左无右马 最后读术 法马加有马是不是啊 基本上看啊 哎 你看质量天平质量啊 第一要放的水平放置 你要斜着放的话 这天平就斜着了是不是 嗯 不好使啊 要油马要归零啊 如果油马不归零就敲平的话 这个待会你在移动油马的时候 这个读术就有偏差 我们有具体的题目啊 到题目再说 调节天平 所以应该是把油马归零以后再调节什么 平衡龙母是不是啊 对 平衡龙母啊 比如左边高了 说明右边轻了 说明右边重是不是啊 嗯 那你就往左调就行了 对吧 嗯 右边高了呢 说明左边成了是不是啊 嗯 那你就往右调就行了 啊 两个平衡龙母都往右调 是天平平衡啊 只针指向风动盘的中央 但有的时候时间太长了 就怎么样 左右摆动角度差不多就行了 是不是啊 嗯 乘梁啊 左悟右马啊 左马右悟的读术的话 那就得令当别论了啊 我们有题目 法马是先大后小 法马跟油马要用镊子啊 啊 如果粘东西我少一块的话 那读术又偏大或偏小 是不是啊 嗯 今天有题目啊 题目再说 不在这地方思想了 读术的时候 法马在油马加单位 有马读术 要左边那个对起 因为油马要什么呀 是这样一个小方块 是不是啊 是左边这个对起啊 不是右边那个对起 因为你左边这条线是从零过来的 对吧 对 好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还安排了一点 密度的基本概念 密度的基本概念 密度它定义非常简单 单位体积所含物质的多少 这物质的多少就是什么东西 质量 质量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定义就是单位体积具有的质量 也是物体的密度 是不是啊 非常棒 密度的性质 这地方实现应该叫什么呀 密度实现这地方 密度实现应该是物质的一种什么了 特性是不是啊 密度应该是物质的一种特性了 它有位置空间都无关系 但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影响它的因素还是挺多的 状态 是不是啊 比如那个固态变成液态 液态变成气态 是吧 对 还有温度实现也有影响 对吧 但是我们知道 你密度是等于什么 你看用物质温度有关系 知道多少血了 是不是啊 与质量和体积有没有关系 你跟密度等于质量出于体积 是不是啊 那一个物质密度的大小 跟它的质量和体积大小有没有关系 没有 对是没有关系的 就算再加一句 与质量 与质量和体积无关 对了 如果不理解了 那你既然跟它无关的话 你的密度还怎么等于质量出于体积呢 那没办法 因为我是这么人为定义的 单位体积具有的质量 那我要知道你一种物质的密度是多少 我必须让你看看你 单位体积一列方米 你的质量是多少 是不是啊 那为什么跟它没关系呢 你想呀 你要是体积变大 你质量变大 你的比值是不会变的 是不是啊 所以密度不会而随着说质量的变大 而变大 体积的变小 而变大 不会 不会 你比如说一桶水 跟一杯水 它质量一不一样 不一样 体积一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密度呢 一样 这不是得了吗 是不是 但是跟这有关系 你这一同水要继承病了呢 密度变小 密度就变小了是不是 对 热胀冷缩了呢 密度变不变 变 质量不变 但体积变是不是 对 所以跟这有关系 好了 它的单位是 一千千克美丽方米 等于一克美丽方米 是不是 所以这地方有几个 有这个继承密度的时候 你再补一下 体积的单位 你在笔记上 你再补一下 体积单位 就是 一粒方米 是等于多少 列方峰米 十的 几次方 三次方 十的三次方 写在这地方 是不是 对 写三次方 一粒方米 等于多少列方 峰米 六次方 十的六次方 是不是 对 这个一粒方峰米 是等于一升 是不是 对 对吧 一升 这个是等于 毫升 是不是 对 所以十的六次方 毫升 毫升 这个了解一下 补一下 笔记上补一下 然后水的密度 水的密度 我们水都知道 是不是 他表示什么 自己写上 就是体积是 一粒方米的水 它的质量是多少 十的三次方天 就是一千千克 是不是 一千千克 实际上就是一吨 是不是 对 一粒方米 这么大一块水 一米长 一米宽 一米高 这么大一块水 它的质量是 一吨 是不是 一吨 实际上 这个它还等于什么 一克水的密度 还等于 一克 每的方 什么 铃米 铃米 是不是 对 这个大家用的比较多 就是一毫升的水 质量是多少 一克 一克 一毫升的水等于一克 我喜欢这个 我喜欢这个单位 好 那下面就是 针刀石枪 做题了 是不是 嗯 做题 咱们做13个题目以后 休息 前13个题目 是质量的 很简单 基本提醒 物体内所含物质多少 叫做物质的什么 你说我写 质量 好 质量 这个写太辣的时间了 好 这个叫什么 质量用哪个字 我表示 M 国际单位之中的单位是什么 千克 千克 看来这种汉语写 是不是 嗯 这个地方用什么 开键是不是 对 常用的单位还有什么 克 豪克 微克 克 豪克 微克 那谁叫个墩 是不是 哦 对 墩 克 豪克 是不是 对 但是你说微克用的多吗 就太多了 微克用的不太多了 是不是啊 嗯 他因为你说称什么东西 得用微克吧 这个称黄金也用不了微克呀 是不是啊 嗯 称黄金都是多少克来的 是不是啊 对 就克 太小了 微克 为了探究物体质量的特点 分别进行了下列实验 一个铜块 用调好的天平色的质量是M 当它加热 质量还是M 嗯 把它压成铜片 铜块变成铜片是属于什么改变 形状 形状改变是不是啊 嗯 质量还是M 这个加热是属于温度改变是不是 对 一楼拿到三楼 这属于什么改变 位置 位置改变是不是啊 嗯 将固体的铜块变成液体的铜水 这属于什么改变 状态 但质量并不变 没有 那就做到一个什么问题了 说明质量是物质的一种属性 是不是啊 是 质量是物质的一种属性 与 什么 温度 温度 形状 形状什么 位置 形状 还有 位置 状态 状态无关 状态无关 是吧 嗯 嗯 这就是我们这个题目到达的一个节了 搜一嘴 下提 2500毫克的物质 它可能是 这种题目吧 我也偷的 我都咱们高兔也偷的 但说来教你一个方法 你必须记住生活中常用的一些 你必须得有个标准 是不是啊 要不你一点概念都没有 因为咱们国家平常说实话 就家长商家买菜的时候都买多少斤 是不是啊 嗯 买多少斤 比如咱们同学知道自己的体重 大约是 比如我中学生 我100斤 是不是啊 我130斤 我120斤 我110斤 女同学可能在80斤90斤 是不是 嗯 出大同学出三同学都可能 890斤都可能啊 但是这种毫克 我实在是不一眼 那你先把它画成熟悉的 啊 看到 比如说这些我做怎么做啊 我印象我也不知道他这是谁 我先把它画成熟悉的 2500毫克得多少克 2.5克 得2.5克是不是啊 嗯 2.5克 那我们知道这个咱们国家的一斤 这多少个预期班的讲 一斤是500克是不是啊 对 一斤是500克对吧 那你想呀 这2.5克比500克 一斤要差多了是不是 对 一斤是个大苹果的重量 对吧 嗯 对吧 那你说这羊可能吗 不可能 羊不可能是不是 嗯 羊不可能 所以这错了 这书肯定也错了是不是 嗯 这书肯定也错了 那到底是个 蚂蚁的质量 还是橡皮的质量呢 你看啊 橡皮 你这么做什么啊 嗯 500克是不是 嗯 500克是一斤对吧 嗯 一斤就是一个大苹果的质量是不是 嗯 差不多吧 差不多 有的大苹果的比你一斤还大是不是啊 对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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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那苹果吧 那你2.5克到500克差多少个 是不是200倍 嗯 对 200倍是不是啊 对 那如果是一块橡皮是2.5的话 那你是不是得相当于200个橡皮菜一斤啊 嗯 你都可能吗 不太可能 200块橡皮的话 就咱平常用的橡皮这么大一斤一兜了是不是啊 嗯 你说这一兜就一个苹果中 你都可能吗 不太可能 是不是啊 嗯 那这么来说的话 都排除了就选哪一个了 选蚂蚂 蚂蚂是不是啊 嗯 我都选蚂蚂靠谱 啊 但那你说200 200个蚂蚁 有意境吗 可能也不到吧 也可能不到是不是啊 嗯 但那这几代科这个情况 那只能是可能 大蚂蚁有可能了吧 嗯 差不多 是不是啊 差不多是不是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才不太可能 200块橡皮 这一大兜了是不是啊 嗯 一大兜了 这怎么 选蚂蚁蚁人选谁 选地是不是啊 嗯 选地 这题是一件 有同学老师我没见过那蚂蚁 没见过就没见过吧 反正人家问的是什么 可能 这三个太不可能了是不是啊 对吧 嗯 这三个太不可能了 好 一壶冷水的质量是500克 在炉上加热 这道沸腾肉身的质量是490克 老师说 那你刚才说温度升高了 质量不变了 这怎么变了 它质量肯定不会变 小吃肯定蹭错了 质量是物体所含物质多少 是不是啊 嗯 但是我们强调的温度 温度变化的是 它物质多少不变 是不是啊 嗯 你这个物质多少有没有变 变了 你的水分子个数怎么样 少了 水分子个数蒸发走了 沸腾走了是不是 对 气化走了 嗯 那说明它所含物质的多少 在变少 嗯 好 所含水分子的个数在变少 所以确实怎么样 质量变小了 是不是啊 对 就不要它了啊 UVT 宇宙飞船进入预定的轨道 并关闭发动机后 在太空运行 在飞船中用天平测量物体的质量 结果是 这期刚才多少也讲了 强调了是不是啊 是 你看你天平是这样啊 天平的原理是这样 它现在一个杠杆是不是啊 嗯 没听过杠杆 悄悄板 原理这边放一个苹果啊 它被人家咬了一口 咬了一口苹果啊 然后呢 你这边放一个砝码 是不是啊 嗯 原理砝码是 400克啊 但是你砝码放在上面 你砝码对着天平 有些还按那个重力 压的一个力是不是啊 嗯 你一天还有一个压的力是不是啊 嗯 当你们俩压的力一样的时候 好 你们俩一样重了 是不是这意思 嗯 这是天平的原理 但是当你放到 太空飞船里面去的时候 这个苹果都可以在空中怎么样 悬 苹果可以在空中悬着飘着是不是啊 嗯 法马可不可以在空中悬着 可以 那你虽然是放到这个位置了 它虽然跟着图本船即使接触了 它会不会向下压这个天平 不会 它会不会向下压这个天平 不会 不会 那既然你们俩都不会向下压这个天平的话 这些你们俩质量放的不一样重 天平依然平衡是不是啊 对 你放不放天平都是那样是不是啊 嗯 所以能不能测出来了 不能 不能 所以它不能在太空使用 但是学哪一个 第四 四地 好了 今天就简单 简单说一下啊 一 是这个东西横 我们把它叫横量是不是啊 啊 这二 它应该指的往前指的指针是不是啊 嗯 指针啊 这三是指的这块对吧 我们把它叫风度盘啊 风度盘啊 就这个 上面的牌子 风度盘 那如果三要指的风度盘 二肯定指的中间的指针是不是啊 嗯 哎 老师那我 你这指的不明确 不明确 错了不算你错 算杜老师的 这错是杜老师的啊 坐了扛得住 这色的地方指这一块 就指的应该指的是什么 平衡 平衡螺母是不是啊 这五指这个地方 你看 可以开发咱们的脑筋 咱们自己猜 这是什么 有马 猜这有马是不是啊 哎 凡是这题 做错的 与指向不清楚的 不怪杜老师 那不不不 不怪你啊 错的杜老师 凡是 能做的全对的话 这个 额外奖励一下 说明 我猜得准呢 是不是啊 能猜得准呢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 你这千屏的各个 一些各个地方 非常熟练 是不是啊 嗯 对吧 大家有同学 自己在家 已经买了一架千屏了 那就那这样的话 你的千屏的知识 应该很简单 好 对 真正买一个千屏 再自己做一下 对你的学习 是非常有帮助的 同学们啊 好了 那我就不写了啊 使用 托盘千屏钱 要进行调节 废话 我们谁不知道啊 那怎么调节呢 第一 天屏放在哪 在水平 对 一定要放水平桌面 就放在水平桌面 你别斜着放 是不是啊 你放一个斜坡上 放一个斜面上 不行 水平桌面上 溢于操作的地方 用镊子把油码轻轻拨至什么 零刻度 对 标识左端零刻度处 是不是啊 标识零刻度处 我就写个零 调节谁 是衡量水平平衡 平衡楼模 平衡楼模 是不是啊 上一次写过了 我就不写了 平衡楼模 到这些盘一直调到平衡了 就只能指在风土盘中央了 现在下面可以用了 是不是啊 用了啊 那就是 开始称 下面开始称物体了 是不是啊 物体放哪边 左边 左边 左物右马 是不是啊 放在左盘中 估计背侧物体质量大小 用谁 镊子 镊子 加举适当的砝码 轻轻放在 右盘 右盘中 是不是 然后在镊子波 油码 是指针指在 中央 风土盘的中央 是不是 指针指在风土盘的中央 指针指在风土盘的中央 把右盘中 砝码的总质量 是不是啊 对 砝码的总质量 和油码的标词上的 读数 读数 是不是啊 相加 对吧 这个意思大概对就行啊 你说标词上油码对应的刻度 这也行是不是啊 我觉得意思对世界都行啊 不会老实 杜老师是很大方的 很大方 这年轻像杜老师这么大方的 老实不多了 我跟你说 来 第八题 有一架托盘天平 它标词上的刻度是零到五刻 在零到一刻之间 封成五个分 那一分多少刻呀 0.2 就0.2刻 是吧 给它配套的砝码 总共有六个 五十二十二十五 这个价天平的 分度值和量成 量成是什么意思 最小到多少 最大到多少 是不是 最小肯定可以到零 是不是 对吧 对吧 你没有不就行动 是不是 最大呢 加起来 加起来是多少 一百是不是 九十 这有一百是不是 那这二百了吧 二百零五 二百零五是不是 再加上油码呢 对 我记得这个不用 这个是不是还可以用啊 是不是 二百零五的加多少 五克 所以最大是多少 二百一 二百一十克是不是 你这0到二百一十克 算不算对 对 对 你说对就对 分度值是不是 最小的小格之间 是多少 是不是 对 多少 0.2 那一 0到一之间 分中五分 一分不就0.2克 是不是 嗯 好 走你 一架托盘天平 在调节过程中 发现指正偏短 此时应该把平衡落母 怎么上哪条 左 啊 这样 偏短 哦 指正偏左是什么意思 向右 偏左是哪边高 右边高 哎 指正是这样 这指正是不是啊 嗯 你偏左了 说明右边高了 是不是啊 对 那哪边高往哪条 那就往哪条 这个 嗯 对 都往这条 是不是啊 是 都往右条 对吧 嗯 调一个已经 两个一起调也行 啊 所以讲平衡落母向右调啊 如在测量过程中发现指正偏短 哦 这两个偏短还不一样 这第一次的偏短是什么时候的 嗯 调节的时候 调节的时候 对吧 对 现在称量的时候 偏哪 偏做 左边装什么 装物体 左边装物体是不是啊 嗯 那是因为物体中了吧 对 那物体中 你下面应该干嘛 加砝码 有些老师把那物体拿一块下来 你这家伙 那你要是称体重的话 你体重超标了 你怎么弄 那称头不够用了 你怎么弄 你把你再上拿一块 哎呀 不行是不是啊 嗯 那你去改变物体 这两天称什么呀 是不是 所以这边加什么 砝码 就加砝码是不是啊 右盘加砝码 或者 油码 向右移动油码 嗯 哎 那这个我写下啊 右盘 这是左是吧 右盘 加油 加什么 砝码 嗯 或者是写什么 向右拨 右移 油码 是不是啊 对 这也回事吧 嗯 想要移动油码 好 来 走你 第十题 哦 用天平测质量的时候 如果油码 未放到零刻度线处 就将衡量调节平衡 这等多吗 这个 嗯 偏大了 不一定 你看 这个 答案应该是偏大 答案应该是偏大 但这里面 其实你要是聪明的聪明 他可以跟你交正 说是不确定 他说是不确定的 对 是不是 他是不是不确定的 是不是 但是这个情况 给的标准答案应该是偏大 那就看你怎么想了 是不是 他这样 所以这个节目 咱们不交正了 咱们不交正了 我把这个 从头到尾给你分析一下 咱就标本答案是什么 行吗 标本答案了 你看他这样 别人这上面是油码 是不是 不知道眼睛都花了 别理我 油码 正常情况的话 咱们先把油码怎么样 放大零 归零是不是 对 然后再调节两头的什么 这比不行了 这是平衡楼母 是不是 对 这边也有平衡楼母 正常情况的话 咱们应该把油码归零 然后再调节平衡楼母 对吧 但他现在没有把油码归零 比如把油码放这个地方来 那你油码已经放中间来了 等于你在干嘛现在 等于你是不是在右盆里面加东西了 对 对吧 等于右盆已经变中了 是不是 那你在调节平衡楼母的时候 平衡楼母是要向左多拧一点 是吧 你向左要是多拧一点的话 那是不是相当于左盘被你放东西了 等于你把平衡楼母放左边去了 是不是 好 等于你平衡楼母多调一点了 然后再开始称物体 如果是这样 你要是把这物体往里面一放 对吧 然后呢 这边你再放一个砝码 比如现在正好平了 现在比如说正好平了的话 那说明是在你刚才天平已经调 你刚才天平是平衡的是不是 在油码不移动的情况下 你这个物体的质量 这个物体的质量跟这砝码实际上什么关系 应该相等的是不是 刚才已经平衡了嘛是不是 油码你不要动 油码不要动 物体质量 这个物体质量 方法这应该很一样的是不是 你刚才你是把油码望 油码望又多调点 平衡楼母你望得多调点了 所以你天平还是平衡的是不是 所以这两个相等的是不是 可是这个体验它考台这个 你这个测量值 你肯定你最后是干嘛 平衡上油嘛 你肯定不会就把这个人认为是他的值是不是 你肯定认为是他的加上什么 油码的值 这个毒数是不是 但实际上你能够这样加起来你的毒数就比物体的质量偏什么 偏大了 偏大了是不是 我从这个角度来一下 这个学生哪一个 学生 好 这个球可以再给你加升一下 那比如说 加上物数就是100克 你这个地方 你硬你没有归零吗是不是 那你比如你放在3克这个地方 然后呢 实际上的砝码应该多种才行 100克 对实际上的砝码应该是100克才行 对吧 那实际上 因为你这个 你这个移动3克的话 实际上 平衡我们刚才也忘了在这3克是不是 就这意思 我其实如果你要理解的话 知道这100克 是它的真实质量是不是 但如果我们读书会读存多少 103 103是不是 对 好 但如果考试万一这么考 说 把这物体往上一放 往上一放 然后呢 加上100克发码以后 没有平衡 把油码还移到了哪呢 移到了5克这个位置 那我们读书会读多少 105 但这物体就不是100克了是不是 就是物体往上一放啊 这个物体往上一放 放的发码是100克 然后同时油码呢 移到了5克 有3克移到了5克这个地方 我们读书会读多少 105 105是不是 但实际质量是多少 102 对 102 实际质量是102 所以它的实际质量 应该是加上 是用砝码的质量 加上油码变化量 是不是 他要望这一页呢 点上 那得减去去是不是 减下去 好 这题有点校团 那这题送后来 我们学哪一个来 A 好了 某同学在实验中 用图翻天平成物体的质量 他把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 然后进行调节 由于操作不到 在油码位于0.1克厨时 就调节平衡龙母 这是干的 是不是 这也是干的 跟我上期讲的是不是一样啊 是 那就看你只要上去听懂就行了 这两条是平衡龙母 他干嘛来着 0.1 油码位于0.1克厨是不是 你在这个地方 0.1克厨 你就该调节平衡龙母了 是不是 那你油码在0.1克厨 跟在零数的时候 调节平衡龙母的幅度 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那你如果你这个天平 被你调节平衡的话 说明你已经把平衡龙母怎么样 向左 向左多调0.1克了 是不是 对 但崩了怎么样嘛 反正现在你平衡了是不是 你平衡了 然后怎么样 把背侧物体放左盘 是不是 右盘怎么样 加入32克 加入32克是不是 对吧 又平衡了 有没有移动有吗 没有 没有是不是 那没有 说明你跟它就什么关系 相当的 就相当的多少 32 就32 选哪一个 B 这个是背侧物体的质量 这是问的是什么 质量 问的是实际质量 是不是 对 如果这样问的话说 那实际读数是多少 背侧量值是多少 就应该怎么写了 A 测量值就是32.1了 是不是 可是我没问测量值 我问的就是什么 实际 背侧物体的实际质量 背侧物体实际质量 行不行 是不是 好 12题 如果天平测质量时 如果砝码磨损掉一些 测量的结果比真实质怎么样 偏大 还是偏小 我怎么一下反应出来 你怎么一下反应出来了呢 你磨掉了 需要多加一点才听 有道理 有道理是不是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来 那我就顺着你的字路讲一下 有道理 它这样 一个物体在这里放 是不是 比如说这物体的真实质量是100克吧 那正常情况 砝码要没磨损的话 那你这砝码在放什么 100克 放100克是不是 放一个100克的 你放一个100克的砝码 平衡了 它就100克是不是 那如果你砝码磨损的话 比如第二块码 你标志是100克 但实际上你比100克怎么样 小 小是不是 那你放一个100克的砝码 磨损了的砝码 能平衡吗 不能 不能的话 很可能要移动干嘛 游码 移动游码 或者加一个更大的 再加一个砝码 是不是 对吧 那就移动了两克吧 是不是 平衡了 那也就是说100克的东西 会被你读成多少 1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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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砝码变轻了 所以你要是偏横 你必须多加砝码 是不是 那你多加砝码 但是我读书都是读你身上那个 这个标的一个字数 是不是 所以你多加点 你偏大了 是不是 听哪一个 C 各种提醒杜拉都讲了 是不是 13句 某同学用你调节好的天平 测量一个铁块的质量 但他错将铁块 放在天平的右盘 这干嘛呀 拿回来呀 砝码放在天平的左盘 你这是闹得你 读老师今天光画天平又画不完呢 还老画 他们还老弄错呢 是不是 故意折腾杜老师 仿然应该是左悟右马 是不是 但是右悟左马了 对吧 好 怎么让来呢 左盘 砝码放左盘 物体放右盘 是不是 那这就是物体呗 是不是 对 然后砝码呢 30克 30克 是不是 还有什么 油马 油马还多少 0.5克 是不是 你说你油马本来一开始在零这个地方 是不是 你向右移动了0.5克 向右移动油马 就相当于向右盘 加了0.5克 是不是 对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是这种情况 左 我前面有个公式 左一右再加上什么 油马 是不是 嗯 是这种情况吧 嗯 那左盘应该是30克 是不是 嗯 右盘是多少 物体 再加什么 0.5 0.5克 是不是 对 那物体应该是多少 29.5 30 0.5 29.5 是哪一个 C C是不是 嗯 好 用了这么长时间 杜老师已经把天平的各种使用和质量的基本属性 啊 包括那遇着麻衣那个都跟你说了 是不是 嗯 稍时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干嘛呢 回来以后咱们再把密度的基本概念啊 基本概念定性的不需要计算的 但需要理解的东西啊 跟大家梳理一下 下一讲咱们才是密度计算啊 好了 休息一下 回来做密度定义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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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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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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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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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